好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斗大的标题 赖事废话 那是不是又到校园区要去呼隆学生 可是我们当然呢 大学生没有这么好呼隆的 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赖清德 他到了洋交大去跟学生座谈 那么呢一开始就大谈居住正义 好他说什么呢 蔡总统任内有设宅新建12万户 包租贷管8万户 那他承诺说 未来呢会新建设宅13万户 好所以呢加上蔡政府的 等于说16年来 他们呢民进党政府就新建了 25万户的设宅 可是呢学生就当场来吐槽了 好说蔡英文盖了12万户的设宅问号 好是真的吗 上网查一查就发现 其中的4万多户还在规划当中 我不知道所谓的规划中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有连绝标都没有 就是连影子都没有 你怎么会说他已经 任内新建了12万户呢 好那同时学生还问到说 我记得你过去在担任市长任内 也没有完成落成任何一户的设宅 那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方案 或是更详细的时程呢 来说服大家 你所说的16年20万户 不是随便提出来的数字呢 好结果看到我们的赖清德怎么回答 他说明年520看一看 在总统任内最后一天新建 跟完成发包的有没有到12万户 可是呢针对学生问到的 他在担任市长任内设宅挂蛋的问题 他没有做出回应就闪避了问题 好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学生 问到说 关于这个吹哨者法案的进度如何 好行政院长陈建仁回答说 还在演议当中 可是你们民进党不是已经全面执政了吗 怎么会结果很多法案都过不了呢 你要怎么说服人民 明年要继续支持你们民进党 结果呢他说立法院是跨党派的 没办法很快三读通过 好那意思就是说 有些是不是在野党的部分在卡等等 好那看到这个网友看到 他的相关的回应都说 女学生其实已经问的很算客气了 新盖的设宅根本没几户 加一堆包租贷款在充数 同样又是在问A答B 好明年520之后 政策跳票是不是也不关他的事呢 有人就说全党都是唬烂网 靠着骗来当选总统 那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多数 没有过不了的法案啊 只有没力可图的法案才不会过 是不是再拖再野党下水呢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的呢 是台北市议员詹维媛 维媛哥早安 非常早 各位中天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们来看到赖清德又进到校园去了 跟学生来做对谈 那学生当然也是这个活力蛮强大的 不断的来询问他 可是看到他又是问A答B嘛 那我们也会担心 学生会不会有可能被出征等等 另外有看到呢 他包括问到说什么 社宅的部分 他也这个承诺说明年520大家自己数一数 可是呢却没有回答说 自己任内社宅挂蛋这样的成绩 还有呢讲到说什么 这个民进党不是完全全面执政吗 但是很多的法案都没有过 那他居然扯说立法院是跨党派等等 怎么来看一下赖清德这个回应 这个刚刚有这个我看网友留言说 赖清德是问A答B 我要求胜一下这个网友 赖清德不是问A答B 赖清德是问A 他根本不回答 完全跳过这一题 连回答的意愿都没有 就什么傲慢嘛 就觉得说反正他现在可能 唐哲璇也上了 唐哲璇就上了 那根本就不需要回答这些争议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其实很认真 他们发现赖清德在这个当 谈谈市长任内的时候 其实他根本没有完成任何一户的设施 然后拿去问赖清德 就赖清德完全不敢回答 为他政策辩护的一个解释力道 完全就没有 那其实我先讲一下 这个赖清德讲说立法院是跨党派 这样子一个这样子说法 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随便举例一件事情 譬如说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 民进党通过所谓的一粒一休的这样子的法令 包含莱猪进口 请问哪一项民进党想做的 再一旦有能力挡住 立法院是跨党派的没有错 那立法委员只有113席 而民进党掌握了绝对多数甚至过半的 因此所以其实民进党他想要推动哪个法案 老实讲他只要他有意愿 他愿意去推动 他要努力的去把它执行通过的话 任何法案都可以 所以民进党有时候很奇怪 他们想要让莱猪进口到台湾 来到中华民国来 他们就可以动员所有的民进党籍立委 还有他们有党侧义的立委 一起来参加一起强行通过 那等到一些他觉得可能 对他来说没什么特别有利的 或特别有好处的法案 他就让他故意搁置 他可能提出来说 对这个我觉得吹哨哨很重要 那我提出来的 但是他没有大力的去推行 不要忘了 现在立法院只剩最后一个会期了 所以最后一个会期我相信 民进党执政这样荒腔走板 这么差劲的情况之下 明年要在立法院要继续过半 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因此他们应该在这个会期 把他们想通过法案赶快去通过吗 因为只剩最后一个会期了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大家应该去放大去去检视 这个会期最后三读通过的法案 到底有没有包含吹哨哨的法案 还是其他法案也通过 那其他法案通过之后 我们再去看 他是不是真的对民进党是比较有利的 或民进党他觉得比较有好处的法案 让他通过 这是国人应该拿放大进去检视跟监督的 然后最后我们回到这社宅的部分 现在我觉得社宅真的是个很荒谬的事情 女学生说这个目前蔡英文有12万户 那其中有4万户还在规划中 但我要跟大家讲不要忘记 蔡英文当时8年前选举喊出来是 8年20万户 这是他的选举支票 所以今天不管是明年520之前 不管我新建完工规划怎么样 蔡英文已经实质跳票 就是没有达成他8年前的 8年20万户的这样子一个设宅的目标 所以回到赖清德部分 赖清德这次也喊出来说 如果我蔡英文 盖了12万户 那我赖清德我就喊说 那我要新建13万户 比蔡英文多1万户 代表说我比蔡英文更厉害更进步 但问题是 现在的12万户请问你盖完了吗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现在所谓12万户包含已经完工 新建中 以及已经发包 还有这个规划中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先讲一下发包好了 如果已经发包的这个所谓设宅 都能成为说 这个所谓已新建完成的话 那大家就看到这世界上 它包含台湾有很多地方 都有所谓的烂尾楼啊 什么是烂尾楼呢 就是建商已经开始盖啊 也发包了 然后盖到一半 甚至有些连封顶都完成了 但是它就是没有实际的盈域 实际的把它投入到 大家可以使用嘛 那你发包过程当中 难道不会因为国际原物料的上涨 或人工的问题 或建商出现它财毒问题 导致它倒闭 造成烂尾楼吗 这是有可能的情况 所以你发包把它放进去 我觉得实际是有点 没有这么的公允啊 那更不要谈规划中啊 如果今天规划中都可以 列入所谓的这个数字 跟社宅的这个所谓的 他们证件达成的目标的话 那很简单啊 那今天你实质万户 我告诉你你一定打标啦 你也不要打标 你就喊出你20万户好了 你从你上任第一年 你就说我规划20万户 规划中请行政院啊 请这内政文件所等等 去规划出20万户的方案嘛 反正你也不用发包啊 你也不用去新建完工啊 你只要规划中就达标 所以哇 我觉得赖心得很厉害啊 他完全掌握到内政部 或者是这个民进党政府 对于社宅认定的一个标准 只要是规划中就可以纳入 他们的政绩的跟政线的成绩 因此 所以你只要喊 我觉得建议赖心得啦 不要喊13万户啦 喊20万户啦 你铁定达标准嘛 因为你掌握清楚游戏规则啦 那我还是要讲啊 社宅这东西到目前为止 已经成为政治人物开始在 有点是开支票的一个政绩 每个人都喊说 我要完成多少户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但是社宅这个东西到底 台湾现在目前需求性在哪里啊 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在于啊 其实像社宅老像我们台湾 不管是各县市 陆续盖之后 也很多人牵进去之后 其实也产生一个问题啊 社宅他是租的 一般民众 如果你不是周定收入户 你是一般刚毕业年轻人的话 你大概租3年加3年最多6年 换句话说你也是在付6年的租金 虽然租金比市价便宜了一些些 但不是绝对便宜 他大概市价的8折左右 换句话说其实年轻人 刚出社会之后 虽然很幸运 沖重社宅有地方住了 但他还是就必须花6年的租金 然后去慢慢的 去让他的一些薪水 让他的一些资产 慢慢的投入社宅里面 其实有某种程度也延缓了 他去存钱去买 所谓的新的低栋房子 一个投信等等之类的 所以社宅有没有必要 我认为当然有必要 但是不是全台湾只有社宅 这样作为一个 所谓的公平正义的居住政策 我觉得其实政府也应该去 好好去思考 那另外要讲说 那即便 现在你要推那么多的政策 耐心的讲13万户 但是当时他帮蔡英文总统 去辩护所谓20万户政策的时候 他有讲到 说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发现这个土地取得福益 还有这个建筑经费 也是每年都会去增长 所以他帮蔡英文管家说 其实这个政策没这么好推 现在蔡英文已经很努力了 那换句话说如果蔡英文的12万户 这些土地都弄难取得 现在已经推动这么慢的情况之下 那请问赖清德 你喊13万户我没意见 那你要喊社宅我也没意见 但你应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 你的土地从哪里来 你要规划在哪里 因为从蔡英文的一个 模式 蔡英文其实他说他要这样盖20万户 但是真正由中央政府 直接下来新建的社宅 目前为止是零 那为什么为什么是零 因为他其实是 委托给不同县市地方政府去盖社宅 他认为中央地方一体性 这我能接受 但是问题是当地方政府 已经找了这么多地 会找不到地 举例而言 台北市 到底还有哪些地可以去盖社宅 台北市不可从科文折道 像展望任内已经统整这么多地了 那哪些地还盖社宅 你中央政府应该告诉我们 而不是说给你的目标 然后剩下就叫各县市政府 自己吃自己 自己想办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 一个政策的一个宣传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